欢迎来到我们DMC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一集呢,我会跟你们分享关于 到底呢,如何呢,去安排的这个你们的Instagram的贴纸 也就是说去schedule你们的Instagram的post 而且是用免费的方式 是免费的哦,非常非常的棒 那在还没有开始这个这样子的一些tutorial之前呢 你们先必须要准备两个东西 第一呢,是你们的这个caption,也就是你们的文案 第二个呢,就是你们必须要准备好你们的这个图片 或者是照片等等,好不好 那准备好了这两样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step by step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教材 欢迎来到我们DMCYouTube Channel的视频 那当你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文案、照片或者视频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对,首先呢,在这第一个步骤呢 你们必须先就是进入到你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Facebook page 然后呢,去点击这个creator studio 点击creator studio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OK,里头呢,它会有就是有Facebook跟这个Instagram 那今天我们是会就是跟你讲述 怎样把这个Instagram的post就是提早的schedule嘛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按进去这个Instagram 然后呢,你会看到这整个画面呢 都是Instagram的这个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安排形成的一个schedule的画面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去到你的左方 你的左方最上端,你会看到这个createpost 这个createpost呢,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有两种 第一个是Instagram feed OK,第二个呢,是这个IGTV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不是IGTV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就是普通的这个Instagram feed的post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Instagram feed 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 你稍等一会,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子新的画面 那这个post to Instagram feed呢 其实呢,它有分成三大的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呢,你会看到是这个your post write your caption OK,那第二个呢,你会看到的是这个locat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打卡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add content add content呢,你可以就是加入你的视频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你的本身的一些照片啊,等等之类的 OK,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要把我们已经是准备好了的一些文案 或者一些稿,或者一些照片呢 放进这边 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是,已经早已有准备了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我的这个 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social media calendar 然后呢,我会去到我本身已经准备好的一些素材呢 把它给就是,就是copy起来 copy之后呢,我倒回去这个creator studio 然后我把它呢,就是paste在这一边 paste了之后呢,我的这个caption OK,也就是已经搞定了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你的这个下方 其实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emoji 你可以尝试去按进去看一下 它有非常不多的一些这样子的emoji在里面 很可爱哦 那像这个,我这个post呢 是关于这个星期一的monday motivation 对不对 那就是说要很positive,很有正能量 那现在我要做的是 我可以选一个我要的一个emoji 也许我可以放一个笑脸 看到吗 那我按这个,点击这个笑脸呢 我的这个post caption这里呢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笑脸 好不好 那如果我不要笑脸的话怎么办 我先把这个笑脸给删除先 那这个是一个关于正能量的post 也许我想放一个就是 很有那个正能量的那种emoji 我放这个先好不好 就是很有那个正能量的感觉 我就放这个手 这个给讲个大 大的形容,这样子的show的 那放进去之后呢 我就会去到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这个at locat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instagram里面打卡 好不好 那我先就是按进去 我会在我们这个吉隆坡 也就是column for Malaysia 就是去打卡 打完卡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我会add content add content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刚才已经拍好了的照片 或者是视频 就是上传上去 OK 那我按add content 我会去到有这个 它有两个方式 有一个file upload 或者是你要从你的facebook的专业 upload你的照片 那像我本身 我本身已经是把它存在我的电脑了 so我当我按放up 我进到去 5月25号的照片 我已经就是准备好了 我们的designer准备好了 然后呢 就看放open 那我的这个已经准备好的照片呢 就已经上传在这边 那因为今天呢 本身是5月20号 可是我这一个贴子呢 其实要在25号 就是上传 就是publish的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可以去到你的右手方 在你的右手方 你会看到一个publish这个字 你不需要按publish先 你先按它右边的这个箭头 按进去之后呢 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就是储存或者上传 第一个是schedule 第二个是self as draft 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先 然后过再发布 可是像我本身 我已经知道我大概几号 星期只要发布了 是星期一嘛 对不对 下个星期一 那我就会按schedule schedule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会给你选择 OK 这里呢 它有这一个 calendar这个日历 我的这个贴子 是需要在这个5月25号发贴 所以我选择5月25号 好不好 选择5月25号之后呢 那时间呢 时间是看你本身的这个instagram 它是这个高流量的时间是几时 像我们本身 我的高流量的时间 很多traffic的时间 大概是在早上十 九点半到十点左右 我可以就是放一个早上十点 OK 放一个十点十分之类这样子 那你定好了时间呢 跟那个日子 你就可以开始按这个schedule 当你按了schedule之后呢 你会看到 它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 它已经跟你通知说 你这个5月25号的贴子呢 将会在十点十分 当天就是自动帮你发贴 OK 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如何把你这个instagram的贴子呢 安排起来 OK 那希望呢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tutorial 可以帮助到你 如何去规划你这个所有的instagramhost 我们在下一期的这个视频呢 会教你更多关于这个instagram的一些这样子的小小贴士 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 然后记得开启这个小铃铛 订阅 按赞与分享 这样子呢 当我们在上传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